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录制的环境非常的特别 我们现在是在乌镇的一个民宿里面 然后我们刚刚去乌镇戏剧节 今天是我们到乌镇的第二天 我们来参加乌镇戏剧节的各种活动 现在我们是乌镇戏剧节第二天的11点钟 刚刚看完戏,现在已经凌晨12点了 然后我跟我的好朋友,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 刚刚回到我们住的地方 我们因为就非常的激动吧 感觉今天我们过了非常非常充实的一天 所以我们就想趁着这个热乎劲儿来 聊一聊我们这两天看过的一些很不错的戏 以及很多综合很复杂的一些感受吧 先让我的室友,我的好朋友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陈,我又来了 很开心这次能跟VC一起约上这次乌镇戏剧节 然后之前一直也特别想说我们平时也会看看戏什么的 然后这次乌镇戏剧节的时间特别巧 然后正好VC能有时间,我也有了年假的时间 我们就相约来到乌镇西炸 能够看一看今年乌镇戏剧节我们感兴趣的一些戏 首先要特别感谢小陈 如果不是小陈,那好我来乌镇西约节 我就是可能在到了乌镇戏剧节办到第11年的时候都还不会来 而且我现在觉得就是来乌镇西约节的 就是你需要做功课的成本越来越高了 包括怎么选民宿,住在哪儿比较合适 然后这个路线怎么安排什么什么都很麻烦 但是因为小陈已经拥有了多年来乌镇看戏的经验 所以这一切都是他一手操办的 我就无脑跟随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现在抓紧时间先来聊聊我们这两天看的戏吧 其实我们是17号来到乌镇的 然后今天是我们录制的时间是18号 我们昨天来到这儿其实也正好赶上了乌镇戏剧节的开幕当天 所以我们就在从昨天晚上开始 两个人就已经分别的在安排自己的看戏行程了 现在我们就把这两天我们看过的一些戏 包括在看戏过程中的一些感受来跟人家分享一下 我们先从17号晚上吧 我们其实是17号下午来到了乌镇 来了之后呢 我们就很迅速的办理了民宿的入住 刚入住没多久 乌镇的这个开幕式上的巡游活动就已经开始了 然后因为我们正好住的这个民宿 确实选这个这次选的房间非常的幸运 这次真的太就是缘分吧 是运气程度 因为我们可能有些地方之前选房间的话是盲选 你不知道自己会分到哪里 曾经我住过一个民宿外面就是一堵墙 但这次特别幸运 我们有两两扇窗户 一扇是挨着我们巡游所在的西栅的这个主的大街 另一扇就挨着我们西市河 就是会有一些装置的那种景象可以在这个河上看到 我觉得运气太好了 然后我们从窗户的一边能够看到外面西市河上 正好我们斜对面就是这次在乌镇的嘉年华活动当中 会出现的一个叫漂浮歌后的一个应该是来自荷兰的一个艺术团的音乐剧歌剧的演唱者 他每天会有固定的时段会漂浮在这个河上 就是那个感觉会让我一下昨天看的时候会觉得仿佛就是进入到了那个当时我们看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那个场景 就是在塞纳河上流动着的一些音乐盛宴的感觉 然后另外一边就是刚才小陈说的就是会有些巡游的队伍从这里过 然后时不时的就会有些就是热热闹闹的音乐和游行的人群从我们窗前经过 那感觉还挺神奇的和你在楼下就是挤在人群中看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 所以我们17号就是来了之后还没缓过神来就已经开始感受到这个戏剧节的氛围了 然后我们又简单的收拾了一下之后 在昨天的正好还是一个乐园之夜就开始的我们两个人各自的看戏行程 是昨天也特别巧咱们两个戏都是八点半开始进行 然后你先你是去看了奔月奔月我是看了九神 我很好奇奔月我没有看呢所以特别好奇 那你后面是不是要准备去看一下 我想收一场看能不能看到 因为现在听不论是VC你讲还是其他的网上的评价 对这个试的都非常喜欢 但我今天看到一个人在小红书下面给我回复说 就是说我描述的比戏好看 但是我就觉得会不会我就是说的太好了 以至于大家的期待过高然后等到去看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落差 但是我觉得还是整体我还是很推荐大家去看一看的 正好昨天是一个就是乐园之夜 而且我们来的时候一开始天气还是有点阴的 但是特别神奇因为我们看奔月的那个剧场是日月广场 它是一个户外的剧场 一开始我们坐进去的时候月亮还是被就是乌云遮住的 但是在八点半左右这个戏要正式开始的时候 长灯灭的那个瞬间 你就发现突然天上的那个月亮就完全展露出来了 而且那个月亮特别亮 就像就是远处有一盏大的灯刚刚被打亮的感觉 就是长灯实际上已经熄了 但那个月亮因为很亮就仿佛它又没有熄长灯的感觉 就所有人都那瞬间就小小的哇了一声 就那个场景真的很绝 然后但是很快那个过了一阵之后 那个月亮就又躲进云层里面去了 所以真的就在开场的那个瞬间在营造那种气氛 哇我觉得当时的那个月亮好像就是你们戏的这个场景当中的一部分了 它在开头给你们因为你们的戏叫奔月嘛 我觉得哇气氛真的很好哎 这我觉得VC你真的起点很高 因为在乌镇看戏能有户外的戏 其实每年的这个数量不是很多 我曾经有一年就是为了要看一个环境戏 特地去挑了一个户外的叫水剧场去看了 然后今年没想到有这么一个户外的叫奔月 然后正好是你的第一场戏 是你在乌镇戏剧节看的第一场 但其实我们当时买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它是一个户外剧场 就是当时只是今年看了一下这些我们在乌镇的时间 有几场戏在演 然后大概哪一个能有可能会抢得到票 以及题材我相对感兴趣 所以就选了这个 至于说它是在哪演的 以什么形式 当时完全我们就没时间考虑这些 那我们就先简单说说奔月这个戏 它在讲什么 以及我为什么觉得它很好 就是整个奔月这个戏 其实简单来概括的话 它其实讲述的是一个 就是叫女主角叫小六 如果大家听这个名字 你应该能感受得到 小六甚至都不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名字 它就是一个小名或者叫乳名 它就是这个女主角的乳名 至于说这个女主角 它的大名叫什么 在这个整个作品里面是没有被提及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名字 可能也在大家在看这个戏的过程中 也会慢慢发现就是 名字它到底重要吗 它重要但是也好像没有那么重要 它就是这个整个这个故事是说 在某市的某一天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有一个旅游大巴 发生了这个坠崖的事件 那在这个坠崖造成了 基本上车里的很多人 就是有死有伤 其中有一个叫小六的这个人 他就据说是可能在这个 就是小六这个人呢 他没有在这个就是尸体检验当中 找到他的尸体 但是大家也找不到他的人去哪了 于是他的丈夫就开始 就是去多方打听 去寻找小六到底去哪了 然后整个这个故事的前半段 就是在围绕着他的丈夫 去寻找小六的这个过程展开的 那他在这个过程中 也是我觉得这个戏在一开始就很打动我的一个点 就是在整个戏的前二分之一的部分 女主角小六是他始终都停留在他丈夫的描述中 然后他丈夫因为想要去找小六 所以就去找他的母亲 他的朋友 他的甚至是他在网上的 就是每个月的15号和25号 会去见了一个陌生男人 用这个陌生男人的描述 就是他和小六保持的是一种现代性关系 就其实是我们能够理解的那种现代性关系 然后你会发现很神奇的是 小六这个人虽然没有出现 但是他在不同的人的口中 开始呈现出一个逐渐立体的面貌 而更神奇的是这个面貌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在他的丈夫口中 小六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极其普通 极其平庸 极其没有特点 没有上进心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妻子的角色 但是在他的这个 跟他建立现代性关系的这个男人的描述当中 他又是一个很潇洒 然后对性这件事情 非常的无所谓的这么一个就是女性 然后在他的母亲的口中是一个 就是继承了他父亲这个走失病的这么一个女儿 就是因为他父亲也是一个很早就 加引号的走失吧 至于说他父亲到底走失没有走失去了哪 其实没有交代 然后到了后二分之一的时候 突然之间他就变成了一个由现实主义转入到了 现实魔幻主义 就是小六这个人终于开始出现了 然后大家就发现 小六他应该似乎是并没有在那起车祸当中丧生的 但是他也没有在救援人员来救他的时候主动求救 而是他从现场逃跑了 他去到了一个名叫乌雀的城市 一个谁 他希望能够去到一个 谁都不认识他的城市 重新开始自己的新的生活 他甚至拿走了一个 在他身边出现了一个 他不认识的女性的身份证 那个女性叫吴梅 他就拿着吴梅的身份证去到了 吴梅所生活的乌雀市 希望借由这个新的身份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他刚到的时候当然是觉得很开心了 因为这儿没有人认识他 但是逐渐因为他还是要生活 所以他还是要去找一份工作 但是因为他不想在过之前白领式的工作 所以他找了一份保洁的工作 每天就是擦地 他很喜欢这份工作 可是渐渐他就发现在乌雀市 其实就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城市生活 他还是他周围还是有一些就是领导 希望就是他要升职 他不升职就觉得你没有上进心 还是要带他去参加一些宴请 希望他变得更有眼力加一点 然后他甚至他要租房 然后他需要跟房东建立了好的关系等等 你就发现就是很快你就又一次进入到了平庸生活的循环往复当中去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又还是会问说 那你是谁呀 你过去是在干什么的呀 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你要不要结婚 你跟谁在谈爱 你们怎么怎么样 就是种种种种 他又要再重新去往你身上贴上很多的标签 所以这个小六这个女性角色 其实就是在经历一个 始终他都在一个想要逃离自己的某种不自由的身份 追求某种自由的身份 但是又一次掉入到了不自由的身份当中 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中 那在这个过程中 他其实又在不断的做出努力 想要去探寻到底什么样的方式 到底哪里才能够得到他真正的自由等等 就是整个这个过程 我觉得是很迷人很有意思的 然后再加上在这个过程中 他会就是讲到了很多细节的部分 比如说他有讲到小六小的时候 他妈妈总是会为他吃一些非常奇怪的 一些养生的食物 比如说石榴里面放五只蝎子 然后蒸熟碾碎送水服用等等 就是这个是他妈妈不知道从哪弄的那种偏方 然后要给到他让他喝下去 这个挺魔幻的 就对 然后他妈妈就经常给他就是吃这样的一些东西 他长期以来他母亲让他吃这些奇奇怪的东西 就导致了小六本人 他的对食物的兴趣是非常非常低的 他根本就不喜欢吃这些东西 他以至于演变到后来 就是他对于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比较抗拒的 就是当我看到这段的时候 我突然之间就想起了 就是最近被大家讨论的还挺多的 就是韩国的那个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个作家韩江 他就有写一个短篇小说叫素食者 里面也讲到了就是就是女主角的父亲就强迫他必须要去吃肉 他不想吃肉 但是他的父亲用各种强制的手段强迫他去吃肉 于是他就是在被非常暴力的状况下强制吃了狗肉之后 他就全部都吐出来 从此之后再也不吃肉了 就是小六的这种状况其实是有那种异曲同工的感觉吧 然后类似的就是你在后面的很多个细节里面也能感受到 就是小六这个这个女性角色和韩江笔下的很多东亚女性角色 就是有很多的共通之处 我就又一次感受到了东亚女性生存的那种困境和 就是当女性书写女性的时候 他就会把这些东西很直白的书写出来 然后因为就是奔月这个这个戏剧作品 其实是根据就是一个女性的小说家卢敏 他写的同名小说改编的 所以就是因为他的原来的文本就很扎实 那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改编之后 又在导演和编剧及这些演员的共同努力之下 呈现出一个很质感很不错的作品 我觉得是很就是我还挺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的 你说的我现在已经非常想收一张本月了 我明天一定想想办法想收一个本月 环境去就我本身就很感兴趣 而且又是这种女性书写女性的这种 我觉得往往是真的写的会很细腻很真实 很能戳到大家的点 对而且他在舞台上有一些并不复杂 但是我觉得还很巧的一些设计 他就在这个在舞台上面 他放置了两块比较巨大的这个板子 然后这个板子是会随着剧情的需要在有 它的角度会有调整 然后会有转动 对有的时候可能成一个向外的夹角 有的时候成向内的90度夹角 有的时候是平行的 然后你会发现他其实这种夹角和面向的不同 其实在指向的是某种空间的这种感觉 比如说他要展现小六的故事的时候 他就会在前半部分的时候 小六是在这个屏幕背后的 他有一个浅浅的人影出现 但是他没有证明出现 等到真的后二分之一 讲小六的故事的时候 他又把这个90度夹角就向内推了 那把小六就是放在了前面的舞台的位置 然后一开始丈夫叙述的时候呢 他们是把这两块板子做成了一个平行斜 斜着的平行关系放在了舞台上 然后如果他们又转换了那个 就是叙述视角的时候 他们又会把板子的那个 就是角度做一个适当的调整 就是他又有点像 这个叙述的不同面 又有点像就是我自己的解读啊 就有点像这种月亮的不同面 就是月亮的正面和背面 你能看到的那一面 被光照亮的那一面 和没有被光照亮的那一面 就是也会有这种 就被看见的部分和被隐藏的部分 的这种隐喻在里面可能 所以这个小的舞台设计 我个人也还比较喜欢 我还记得你跟我讲 觉得奔月这个名字取得也很好 觉得女性就像月亮一样 对对 就是月亮的这个意向 我觉得就是始终都是跟女性密切相关嘛 这种潮汐变化呀 跟女性的什么月经周期呀 然后包括就是因为她的这个 这个这个诠释里面 就是她的作品解释里面 其实就一直在强调就是嫦娥奔月 这个是我们非常传统的意向 那嫦娥本来也是一个女性角色 在这里面她还用到了那个兔子 就是一个巨大的充气兔子 在这个里面也时而会出现 所以她也也有点像就是嫦娥奔月 在月亮上有一个月兔的那个形象 但我我我个人是觉得在现实 就是在这个舞台剧当中 这个兔子的形象的设计 她可能还有另外的一些隐喻在里面吧 比如说她可能象征着某种探索 好奇玩乐 那个兔子出现的时机总是在 她在做一些似乎有点出格的事情的时候 那个兔子会出现 所以比如说她第一次讲到 她去见她的这个现代性关系的 这个男性陌生男性的时候 就是她是她和那个小兔子一起出现的 我甚至觉得这个兔子可能也 也许在某些人看起来 她还带有某种性隐喻之类的 也可能都会有 或者是比如说站在童话解释的里面 就是那可能兔子也有 这个爱丽丝梦游仙境也是跟着一个兔子 然后进入到了一个 就是跳脱 跳进一个心的 那个世界里面去 我觉得还 就这些印象可解释的空间都还挺多的 好了 那我们奔月就先 奔月就夸到这儿 先夸到这儿 当然我觉得也不是没有缺点的 但我们就不展开说了 大家可以先就是自己去看一看 或者比如说 我觉得也许以后是这个作品 是有机会能够到 全国其他地方的剧场里面去演的 然后如果有机会去演的话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同时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卢敏老师原本的原著小说 就是也叫奔月 而且应该是当年的 就是获过一个什么鲁熊文学奖 之类的一部作品 所以应该小说也是很精彩的 今天我们还跟小陈 刚刚找到了他的电子版 准备读一下 拜读一下 拜读一下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说的几部戏 就是比较重头的戏了 首先就是昨天小陈去看了 然后今天我是下午去看的 来自著名的 林沐中士老师的《九神》 是的 先来说一下那个看《九神》的曲折感受吧 曲折感受 首先那一天 因为昨天第一天到 然后事情都还在逐渐安顿下来 马上就要去看我们的第一个戏了 说实话 我对这个第一个戏又有期待 但又有一丝 就是也没有准备好嘛 首先我没有去看了原著的那个 叫做巴克斯的戏女 她的这个原著 然后只是前面VC给我分享了一个 大概的一个介绍 我有去了解了一下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神话宗教的故事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首先因为语言的隔阂 我对他们讲日语 以及那个世界语的那位老师的 这个表述上 我自己是会有一个理解的成本 然后我们又有一位中国的 讲中文的 对 讲中文的一位演员 他的这个语言逻辑切换 我当时有点没跟上 然后但是我还是被 林沐中士老师的那个 很特别的那个演员的那个方式 行走的方式 那一套的体系 还是觉得人家练得真的很好的 其次对于这个信仰的故事啊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好 就是有点混沌 我自己看下来是会感觉到 我有点没看懂的是 为什么彭托斯他在最开始的时候 是非常抵触 他不要信仰 他不需要这个信仰 他反对这个神 但是后面我的观感是 他好像立刻进入了一个 哎 那我非常惊劝 那几个人一劝 我就想去看看了 但那个转折 我自己没有顺好 所以对这个戏的观感 就受了有点打折扣 是这样的 所以一开始你为什么会选择 就是我们买票的时候 为啥要抢九神这个戏 首先我日本的戏看的就少 我也会好奇又是 林沐中士老师的戏 我之前没有看过 然后其次因为你也说 你也想看 我想那我们可以挑一个这样 我们一起看完这个戏 还可以有共同的语言聊一聊 所以就选择了这样一出戏 我感觉我之前 对林沐中士的戏看的也不多 只在当年国家剧院 它好像有一部戏是 李尔王 好像是 当时我还去看了一下 那次我看林沐中士的戏的感受 就是既符合了我一部分想象 又超出了我的意料之外 就是 好像我之前有简单的了解过 他的这个Scott剧团的 这个一些训练方法 就是他讲究的是 演员对于身体的这种 非常精准的控制力 就像你刚才说的 这种他们的呼吸也好 他们的行走的步伐也好 就是我之前有所耳闻 但确实你在舞台上看到 他们的那种 就是人非常稳的向前平移的时候的那种感受 那个调度真的非常震撼的 然后我觉得当时可能 我一开始也会在当年看李尔王的时候 有不适应的地方 就是他们那种讲台词的语气语调的那种 就是可以近似的把它比作 就是像我们听中国的京剧的时候 他的那些唱念 就是念白的那个部分 就是我们正常中国人讲话也不会说 有点异扬顿 今日我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在京剧里面会那样 那在《灵目中之》的很多 这个戏剧作品里面 他在表演的时候 演员也会以这种非常夸张的戏剧的 这种戏剧枪来念台词 但是后来我又想了一下 就是如果大家有看 比如说像日本的能剧 或者是日本的那个 传统的这个戏剧表演的时候 包括歌舞伎的表演 然后他里面那种 那种念台词的方式也非常的夸张 然后甚至在日本的一些 现在的电视剧里面 他们的一些曾经有这个能剧 或者是歌舞伎表演的背景的演员 他们还是会有那种方式 所以当我今这次在九神里面 再看到他们这样说话的时候 我一方面既不是很适应 但是又能理解 就是处于这种状态 你看九神什么感受 在前一天我们应该有一些小伙伴 已经自己在网络上刷到了一些评价之后 你的预期管理做的怎么样 小陈看完之后 回来跟我分析了一下 他的一些感觉到不适应的地方 然后我就相对的调低了一下 我的心理预期 然后我又看到就是小红书上 有些人说就是有点神神叨叨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好像就是我一方面还是有能理解的 因为他当年演《铃尔王》的时候 也是有点那个神神叨叨的那个气 但是没有确实没有像 就是我们看到九神这个里面 他的那个那种宗教仪式感 他宗教浓度有点强 所以那个风格就很浓郁 对对对 但是我今天整体看完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预期调的比较低 还是说就是我因为之前看到了大家的一些吐槽 我会有一些自己重点去想要去解答的好奇的点 然后带着这些好奇 我再去看的时候 好像就不会被那个就是就不会被怎么说呢 就情绪反应就不会那么大 你就反而像在解题解谜一样的那个感觉 就你的情绪带入就不会那么强了 但我确实也觉得普通观众 我们在看一个你完全不了解的这个剧情的时候 如果他跟大家的这种情感链接很稀薄 你确实是无法对他产生共情的 而我觉得九神这个戏 他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一个作品 就是他并不是一个 比如说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比如说刚才奔月 他在讲女性生存的困境或者什么 那我们作为女性观众 看我肯定会非常的有共感 可是九神他讲一个古希腊的神话 并且对他进行了一些改编之后 他的整个舞台呈现形式非常的日式 我自己的感觉是非常的日式呈现 我是理解他想要营造出来的那种 仪式感 营造的那种宗教氛围感在里面的 然后当你带着这种宗教氛围感 去看他的时候 他天然的就已经 你就不会把他当成是一个 你需要去与他共情的故事去期待了 他就是一个更高于人间的那种存在 所以在后面你再去看他 去讲比如说讲权力对宗教的利用也好 讲宗教对人的精神的控制也好 你就会觉得他就是在做一个巨大的隐喻 那我能够理解他所做的这个巨大的隐喻 对于我来说就OK了 那我会被他的这种形式感所震撼 就是无论是他里面的那种念白 还是就是特别是那五个僧侣 同时去说台词的时候 确实会有一种巨大的压迫感 就会让你觉得好你说的对 你说什么我都可以会去服从的那种感觉 他就像就是就是那种那种 我们去一些宗教场所 你看到众人骑送某种什么什么东西的时候 那个压迫感是就是人类无法抗拒的 在很多艺术作品 不论是我们的合唱 还是在一些戏剧作品 都会有一些就是众人一起来去念一些东西 或者唱一些东西 那个力量真的太打动人了 对包括 僧侣念的时候觉得我在被审判 对就而且他这仅仅只是那五个僧侣的代表 对那他就会有那种巨大的那种压迫感在里面 包括就是当然抛除掉这些以后 为什么会刚刚说这个 是因为就除了这些除了这些部分以外 我觉得今天我在去看这个戏的时候 我会被他就是去做的很多舞台上的简约的设计 极简的设计和他高就是高度的抽象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确实是大师之作 就是比如说在这个里面 他的名字叫九神 就是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个 九神迪尔尼索斯 他在整个这部戏里是没有出现的 虽然名字叫他 这个就有点跟奔月那个感觉挺像 就是虽然他的女主角是小刘 但小刘在很大的很多时候都没出现 九神 他的名字叫九神 可是九神本人在整个戏里面完全没有出现 而这五个僧侣成为了他的代言人 就是他的话都是通过这五个僧侣去表达出来的 所以当 所以他就又符合去 就是神是并不会以真身来陷于人世间的 而他需要去寻找一些他的所谓代理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又会觉得 就是我们是在讲神的故事 可是又是在讲人的故事 就是权力的故事 然后等等 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在戏剧作品中也都能看到很多这种 所谓权力的代言人代理人的关系 而我们在九神这个剧里面 也到处都能看到全部都是代理人和代理人之间的战斗 就无论是那些被利用的女信徒也好 这五个僧侣作为传话人也好 包括男主角的母亲也好 所以整个的感觉就是 就是它是一种极简的舞台设计 都没 我们一开始进剧场的时候就看到五把椅子在那个地方摆着 可是那五把椅子在那个光线之下 你就会觉得那五把椅子仿佛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那种感觉 然后和整个舞台的营造的那个氛围感就是完全一致的 你就会觉得他怎么可以用这种极简的方式 极简的表达 却去表达出一些让我们可以去进行多层次解读的这种故事的空间 再加上就刚刚我们反复在提的那种 他们的这种身对身体的极端的把控和呈现出来的那种威严感 我能想到一个并不太高级的词 但是就是觉得他们很高级 高级这个词不是很高级 但我真的觉得他们有点高级 对就它从舞台的设计 包括从这种高度抽象的这种能力 确实非常的高级 那五把椅子的灯打的会让我觉得像神味 对对对 然后那个光你说它非常特别吧 也没有 它就是从高处我研究 它应该就是直着对打下来的那个 我觉得角度真的就是它应该经过反复无数次的锤炼 自己调试过发现 其实就是那样子是效果成本比较小的效果最好的地方 就我特别喜欢最开始当彭透斯他不信任神 他否定这个神的时候 他一直在问那五个僧侣 你们说的神在哪里我看不到 五个僧侣大概回答的意思我记得就是 因为你不相信他所以你看不到 然后到后来我记得他身披那个白纱 他穿换了那个衣服 他想要去看到神女的时候 再问他你看到了吗 他说他看到了 相信的力量 对对 这个其实就是那种所谓宗教的力量吧 而这个宗教其实我觉得就是也可以有更多层次的解读 就是所谓的宗教也好 或者我们说某一种信仰也好 其实它都是一种怎么说呢 就是一种一种思想体系 就是它可以推广到所有的思想体系 包括现代科学 就是它其实都是一种思想体系 一套一套完整的叙事逻辑 只要你相信它的叙事逻辑 你的时候你就能够按照这套逻辑走下去 你就能够看到这套逻辑希望你看到的东西 是的 对所以这真的就是让你既感受到宗教 或者说任何一种学说 一种学派的神奇之处 又让你觉得它的恐怖之处 我觉得确实这样说起来就是感觉更高级了 这个作品真的很值得细细的去研读一下 这个我们可以一会跟我们下一部要说的戏 放在一起说 就是走吧 对 和我们看走完之后的一些感受可以一起来说一说 就是我确实是觉得 就是我们特别是到戏剧节来看戏 有的时候你不一定只有收获到了你觉得非常好看的戏才是一种收获 或者说不是说你来了之后看的每部戏都看的特别高兴 那我的戏剧节才是圆满的 对不是收获到很多 对 哪怕是比如说我们昨天晚上看完九神的那种困惑或者是 嗯猜想或者是等等那种复杂的情绪 我甚至觉得那个可能才是参加就是来看戏剧节的特邀剧目 那是一种体验 更值得去体验的一个部分 不是每一部戏你都一定要完全理解 对对 理解其实是挺难的 嗯我们先说说说走吧 走吧 走吧 讲真啊 这个戏开始的第一个小时真的很想给你发微信 我们走吧 我们先来看看就是我们今天去看了的这个戏 叫做我们走吧 就是我们走吧 这个戏是一个波兰导演的作品 然后他的导演的名字叫做 克日什托夫 瓦里科夫斯基 哦我们第一次 他的名字真的很长 然后我其实之前对这个导演也不是很了解 但我就是大概看了一下 发现哦原来去位瓦里科夫斯基导演和路帕导演 就是当年让我在剧场看伐木这个戏 看了八个小时的那位导演 是好像是就是同一个时期的创作者 而且他们之间好像就还挺熟悉的 那我就更理解啊 为什么会他也会他会做出我们走吧 这个这样的一个细节了 这个导演介绍里讲 瓦里科夫斯基 他是欧洲最著名的戏剧和歌剧导演之一 是华沙新剧院的创始人和艺术总监 我不知道那一开始我们就是选择 要买这个戏的原因是什么嘞 开幕戏 我还是会对他有一定的期待 到底今年作为一个全世界第五大国际戏剧节 你会把什么样的戏定为我们的开幕戏 再加上我没有看过波兰的戏 然后当时我记得咱们就说 要不我们期待一下开幕戏 我们去看一下 所以开幕戏对于乌镇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之前的包括前面这几届的这个开幕戏 大概都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我我个人的理解啊 基本上他是把所有的特邀剧目过完一遍 他自己认为哪一部戏他想留在 就哪一部戏是最重磅的 他觉得非常的值得大家来去看的 或者是导演特别有声望的 这个本子真的传承了很多的那个很多年的那种 我记得去年的特邀剧目就是那个一百秒应该是 也是一个让人看完就是这样有feeling的一个戏 就是看完之后暂时无法表达自己的感受的那种戏 我看的我的第一届无证戏剧节是第九届无证戏剧节 那年特殊是口罩时期比较严峻的 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外来都进不来 所以那年的开幕戏是孟金辉导演的第七天 是梅婷和陈明浩主演的 但是已经放在当时的那些国内的戏里面 首先那是于华的作品 然后是对第七天的一个另外一个层面的一个诠释跟解读 我觉得作为开幕戏还是值得的 所以我觉得乌正戏剧节其实是每年是把 他觉得可能从内容的厚度 或者是整体的这个作品的质感上 他一定是把他认为最重要的放在前面 那我不知道他这种开幕戏会和他 比如说这一届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吗 没有关系 第九届好像我有点记不清 可能是帽还是勇 然后选了第七天 好像也不冒 对我刚刚还在想我们走吧 我看也如盘 没联系上 我觉得乌正戏剧节每年的这个主题 更像是他自己对于自己的一个标杆 比如第十年是冒 我现在都已经记不清了 就是第十一年是如盘 我觉得他更想是说 他自己在这做到第十一个年头 真的盘石无转一样 我们坚固的在这里继续去做下去 然后跟具体的戏剧选取 我觉得还是要看当年有哪些导演 有哪些剧团真的出了哪些好的作品来去看的 因为我觉得我之前就是有猜想 会不会说 比如说我这一届的主题是这个 于是我在筛选剧目的时候 可能会有意的去选取一些 跟这个主题 比如相关的 所谓的 更能反映出时代精神的 或者是与当下的 我们想探讨的某些议题 并且相关的这些会有一些 我也跟你有过一样的想法 但我就发现 哪有那么多好作品值得你去筛选呢 有好多作品就不错了 你还去筛 但是一会我们也可以说一说 但是今天我们去看青年静演的时候 我发现 可能确实是因为 就是青年静演的部分的创作者 都是跟我们年纪差不多上下的 这些年轻的创作者们 那这些年轻的创作者们所关心的议题 就会呈现他们的作品里 而这些议题就是切合我们的这种 所谓的时代脉搏也好 时代精神也好 和当下大家的这种反应 大家的精神状态的 但是 那就说回到我们这个 我们走吧 这个 就是我看到我们走吧 我还看到中场我们休息的 那个部分的时候 我突然之间意识到 就是把我们走吧 作为整个开幕 就是整个乌镇戏节的开幕大戏 是有它的合理性的 就是我觉得我们走吧 这部戏所蕴含的 其实是我们的 至少在我们这个国家 所渐渐越来越能够感受到的 那种所谓的时代精神 就是我从一开始 大家的那种美丽的 就是我们走吧 这个戏在一开始 所呈现出的那种 剧中人物的精神状态 会用我们当下的 很时髦的一句话 就是他们的精神状态 好美丽呀 就是那种静静的风感 绝望感 虚无感 和我们当下的很多年轻人也好 中年人也好 大家的那种精神状态 其实是有一点点 契合的感觉在的 然后大家的那种想要 就比如说我们走吧 这个标题当中所提出的 大家的想要离开 想要逃离的那个感觉 又和我们此时的 很多人的想法 也是有契合所在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走吧 虽然它是一个遥远的 波兰这个国家的一部作品 而且据说它好像创作的时间 也不是一个最近创作的作品 好像很早 对 但是它却意外的 应和了我们当下的这种 在中国的时代 时代情绪 所以我当时又会觉得说 那把它选择开母戏 还挺合适的 人类的命运 就然后对 然后你就发现 然后历史就是一直在绕圈什么的 所以后来我们 我们再回来翻到这个 我们今天刚拿到的这个 第一期《乌镇戏剧节》特刊里面 关于我们走吧的创作背景的 那个介绍的时候 就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在这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段 它是这样写的 它说我们走吧 创作于波兰保守又一统之时期 然后导演瓦里科夫斯基解释说 他原本这个戏 他原本的这个作品 它是改编自 也是一个同样非常厉害的剧作家 叫做汉诺赫列文 它有一个黑色喜剧叫旅人 它是根据旅人改编了我们走吧 但是他之所以当时把旅人这个名字 改成了我们走吧的原因 是因为他说当时 他们试图建立一个威权主义体制 因此抱怨并想要离开这个国家 变得司空见惯 每个人都在说我们走吧 然而大多数人还是留了下来 然后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就不约而同的看 想到了我们在最近的这些年里面 就是提到想要润的人 其实非常非常多 但是三四五六年过去了 留下的依然肯定是大多数人 然后紧接着他又讲到了 导演受到这种启发 他就联想到了在波兰历史上 更久远的历史上 曾经发生过的一个 类似的戏剧性的事件 就是在1968年的时候 当局导致数千名波兰的犹太人 被迫流亡 他们被剥夺了一切 甚至是波兰国籍 这是一场巨大的我们走吧 然后导演解释说 尤其是因为在死之前 几乎整个居住在波兰的犹太人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 被纳粹屠杀 那些被迫离开的人 其实是纳粹屠杀的少数幸存者 及其后代 所以这也是他给这个 演出增添的额外的线索 而在列文原来的旅人当中 文本回避了具体的历史 但是在这个导演的作品当中 他说对他来说 这些历史 这些历史的细节在戏剧当中 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就是我们看到 这部戏的最后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是一个 就是非常扎实的落在了 那个他会在大屏幕上放了一段 那个就是影像 然后是其中的一位女性角色 坐着车走在华沙的某一个区域的街头 而那个区域就是曾经当年在波兰 所划分出来的犹太人专属的隔离区 就是当年的那些犹太人 只能被隔离在这一片区域当中 他们是不能离开这个地方的 他们就被困在了这个地方 很多人在后来想要离开这个地方 于是就有了我们走吧 而整个这个我们走吧 这个剧其实就在讲 最后剩下的在这个街道上面的这些人 他们是怎么走的 他们最后也确实都走了 可是他们走的方式 大部分都是以死亡来作为了 最终走出去的方式 好那我们现在再回头去回顾一下 然后现在还是现在跟他那个情绪 我们可以先从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们昨天 我们今天在去看这个戏之前 也是做过心理的预期调整的 我们在之前还是看到过一些 就是昨天是第一天演嘛 昨天第一场结束之后 还是有一些七七八八的这个 对观后的 小神可以说一下当时自己看到了啥 然后当时我们刷 你当时刷到了什么样的对这个戏的评价 是我一个朋友 他还是十七号 也就是第一场看了看幕戏走吧 他跟我说 希望你能坐住 在那里三个小时真的挺难熬的 预计你会十一点十分离场 他把离场时间都给我标出来了 我当时就好难熬啊 什么七点半开始要做到十一点多 所以我就前期我就是告诉自己 坐住坐住 没事没事稳住稳住 后面还有两个多小时呢 就是先对时长做了一个预期管理吧 然后就不会特别期盼说 哦我是不是马上可以散场 中场休息还是结束 我就告诉自己 嗯后面还有东西要讲 我们可以慢慢看 然后以及内容 就是我在网上刷到了有一个评价是说 这个戏除了在台上生孩子以外 其他的都演出来了 我想什么叫做除了生孩子以外 其他的在台上都演出来了 后来看完果然是除了生孩子以外 其他的都演出来了 又有点夸张 但又不夸张 又很写实 哇太好笑了 就是他确实描述了一种事实 可是这个事实又并不是 嗯 就是他的 他本身想要 就是在舞台上本身想要呈现 又不是这个 是 我觉得他这个只是他的一个脱底吧 就是他借由这个事情来去反映 当时人类的 他们那群人的精神状态 我可以理解 确实是可能有一些观众 可能会对这样比较直白的表达 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见解 所以我是对这个内容的尺度 跟时长的长度 有了一些自己的预期管理 所以一开始你不是想说要 想走的时候是什么 是因为你看到了什么 你觉得就是想走了 是由于他们剧长的名字 跟那个还是波兰语翻译成中文 可能有一些 我自己没有理解的那个语序 以及他们的人名啊 这个人演员与角色之间 我自己没有对应上号 再加上他们 其实是不停地在转换嘛 我就没跟上套 我就有点跟不上了 你就是想放弃了 对 后来就像你说的 就是其实不用纠结于 他们叫什么名字 你把他们的一个家族 一个关系记住就好了 到后面就还好 主要是他这个戏 到后面 他其实自己交代的越实了 他前面还会更 稍微有一点虚 到后来越来越扎实的地方 我就越来越能够去理解 我就到后面反而是好一点 我觉得可以 就是我们大概的跟 未来也许有机会看到的朋友 可以大致的就讲一下这个 怎么说呢 也不能说跟人家讲剧情 就是讲一下整体的一个设计吧 或者说你在看戏的过程当中 所经历的这种情感的变化 就是我不知道你在刚开始看到 这个舞台呈现的时候 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你是很喜欢 还是觉得很震惊 还是觉得很 我觉得我旁边会慢慢 弥散出一些不好意思 就是会有一些这种 因为他里面会有一些 非常赤裸 也不说非常赤裸 就相对比较赤裸 相对比较赤裸的这种 性动作暗示 是是是 然后我就感觉到 我旁边有两个女生 好像就有一点 就是非常的 羞涩 就有一点吧 就是或者他会 很不好意思的笑了 就是那种感觉 这个我要从头开始说起来 因为最开始我 因为在网上有了 这样的心理预期之后 我倒对这个场面还好 我是最开场 坐在那了之后 我发现他们 后面是拿一个像 每个格子玻璃门那样的设计 我想那好像他要利用一定的空间调度了 那一边可能还有其他的空间 当时我不知道他是要移动还是怎么样 然后以及整个舞台的设计 他前面是用了一个地板的那个格子的一样 然后很奇特的是 很少很少国内有做舞台剧这方面 有垂直于观众席的两面墙 大多数都是可能是一个 组合成一个顿角那种 起码是更面向观众一点 比如45度对观众 这个是90度垂直于观众席 我当时就很震惊 但是不得不说 他这个还是有他自己的一个 一个一个想法的 我觉得 就是如何利用那个空间 利用那个门和他那个墙 能组成他自己的一个空间感 当然也不是说他那样就一定非常好 或者不好 我觉得这是一种风格 然后以及我特别惊喜于 他在观众席面对舞台的右手侧 他有一个自己像卫生间 那边的一个像笼子一样的 有点镂空的那种设计 以及他在稍里侧的一个 也像洗浴间的一个地方 他在里面是安装了一个 实时感应的摄像头 包括后面有一位女演员 他也是掏出了一个 实时成像的一个 录像的一个手机 我当时都觉得 他其实是利用了 非常多现代的一些技术 去尽可能的还原 我们每一个观众 可能看不到的角落 然后用更多艺术呈现的方式 去让大家 关注到那个角落发生的事情 但是由于我做的 也是有点靠后 还是有些地方 我没看到 就比如说面对观众左手边 因为我坐在左手边 所以那一面墙上 发生的故事 我就有点折荡了 不过整体的话 我会对他的调度 还是非常的感兴趣 以及我很欣赏他的音乐选取 我觉得是非常有律动感 我个人审美上 是我觉得 就是不俗的是那种 非常搭配每一个环节 因为他其实不是 每一趴的音乐 都是那种非常有律动感 他有一些音乐是那种 有点淡淡的 甚至有一点阴森 或者是有那种 推进剧情的感觉 我会觉得这个舞台 从不论是空间的设置 跟音乐的选取 以及各位演员们 在这个舞台上的掌控感 我最欣赏的 就是这一些优秀的波兰 可能是波兰籍 就是这群优秀的演员 在舞台上 对于这个舞台的掌控力 因为我自己平时 也是自己会做一些 小的那种极星戏剧演出嘛 我非常清晰的知道 一个演员的能力有多大 他在那个舞台上 能打到的空间 就是有多大 而乌镇大剧院是整个乌镇 西榨景区里面最大的剧院 我们有二层三层那么高 那群演员真的 我们就是从高层 我们是在三层的 对我们在三层 对就是我们能够坐在三层 只是通过眼睛 就能感受到 那个演员站在舞台上的那种 身体对于整个舞台的掌控力 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我会非常非常钦佩 这群优秀演员们的舞台功力 太震撼了 所以这种是怎么才能够达到的呢 我个人觉得 因为我之前上过 也上过一些工作坊表演课 之前是有皮毛的了解到一些 英国那边的舞台剧演员 他们是通过一个非常基础 可能也还挺不起眼的方式去练习的 就是你的上表演课的第一课 当时应该是刘天琪老师 就是我的工作坊的老师分享说 他曾经看到过有一个英国的那种 小班的表演课 全班一共有三十个人 二十到三十人左右 前一个月 我们每天让每一位同学表演一个物体 都不能演人的 你只要演好这个物体 比如说这个茶杯或者是这本书 或者是这瓶水 你演好这个物品 然后三十天要求所有的同学不重样 所以这样基本上一个月之后 你就可以把所有的物品 给基本上把生活中常见的 能够想到的物品都给练了一遍 之后你才可以去演人 就是你才可以演拿着这瓶水的人 那一趴上工作坊传达出来的信息 就是一个演员想要基本功扎实 是你要熟悉到每一个道具 就是你当对这个物还不熟悉的时候 你根本做不到你作为一个好演员 当然我不知道波兰那边的这个表演的 对对 但我觉得应该大体上还是作为一个演员的基本功 就是对于整个舞台上所有东西的掌控 而可能我猜测而不是像我们平时自己玩一玩 可能做一些这个什么情绪上的角色上 我觉得那都是后面的事情了 我觉得他们的基本功一定非常非常牛 我好想去上一上课 对我好想知道一下这群很牛的演员们 他们是怎么做到在舞台上那个戏剧张力 那个情绪的穿透力 因为我听不懂语言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台词功力是好的 好羡慕 对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我不是还拿了一个望远镜吗 我希望就是通过 就是能够看到这个演员的更细微的那种表情 去跟他建立起更强的这种情感恋经 或者是怎么样的 但是因为咱们就是要看字幕 所以就是又不能就是长时间的 就是把所有的目光都放在这个演员的面部表情上面 是的 然后但我后来发现 就是像你刚才说的我即便没有拿放大镜去看他的面部表情 可是我是能够感受到他的情绪的 即便我们坐在了三楼距离他非常遥远的地方 可是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他的这种情绪的反应 比如说他是在哭在笑 然后甚至是就是一开始出现的那一批演员里面 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那个讲话有点结巴的那个男演员 对 我甚至能够我虽然看不清他的微表情 但是我能够从他的肢体语言 他的那种结巴的那种语气停顿里面感受到他面部的局促 然后他的眉头可能在这个时候皱了一下或者是什么 就是哇我非常喜欢那位演员 我觉得他演的非常非常好 包括他后来不是就是因为就是更认清了自己的这个性取向啊什么的 就整个人打开了完全不结巴 回来还讲一口流利的英文的时候 就是你会发现他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就这个演员的塑造人物能力确实非常非常强啊 我非常非常欣赏那位讲话结巴的那位演员 因为我虽然看不清他的面部表情 但是真的我从他肢体跟他的那个台词说话的那个速度语调 我都能够感受到他是非常细节化这个角色的 乃至于到后面他就是因为种种原因他就不结巴了 他变得可能更自洽了一些之后 我就觉得特别顺 我一点都没有理解成本上的难度 我觉得这个是优秀的演员 他不需要我再去自己去内化掉一些 他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人 他已经通过他的表演 哪怕虽然是很遥远的距离 但已经他通过他的所有的生态行表 所有的方式都已经达到这个剧院每一个角落 太牛了 好优秀的一群演员 因为我一是这方面 二是我想讲羞涩的那一块 可能跟我自己的那个注意点会不一样 因为我们自己平时在做即兴表演的时候 也会涉及到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过于亲密的戏 当时我们之前都是会跟我们的队友提前确认好 我们是如果涉及到这方面的戏 我们是你介意我们就介位 还是说你不介意我们就真的做到位 然后所以我对这个事情再包括我们之前 我在网络上有了自己的一定的预期管理之后 我到了现场反而我会紧盯着看 我说尺度会大到哪呢 衣服穿了没露 他们拥抱的很结实 那他是怎么处理的 我会观察这些 就是从技术层面 你一旦从技术层面去观察这个事情 你就把自己抽离出来了 对我一点都没觉得就 不好意思 但是确实因为他里面不是会有一些这种性工作者 所谓的应该是他虽然没有特别直接的去讲述 对但是有两个就是个子非常高挑 然后穿衣服却是非常小的那两个 好美啊 女性女性角色 然后他们的确会有一些 完全超出我们在国内舞台上能够看到的 比如说他穿的穿一个钉字裤出现 且他出现之后就马上躺在了地上 当时确实是非常的就是让你会就是惊讶一下子 然后包括这个男演员甚至会在他的身上 做出一些非常就是亲密的动作 然后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的确后 是给人带来一些冲击感在的 然后我就是在此就是比较敬佩这个演员的敬业精神 就是太厉害了 说到这个亲密戏 我们讲了这么多亲密戏的部分 我觉得就是这跟我在看这个整个的 前一个小时的时候的一些感受就很契合 我在看前一个小时的时候 我甚至会有一些误解 或者是我有一种 我会把它理解成是不是 像它是一个波兰版的 Euforia 就是那个亢奋那个电视剧 就是在美国有一部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美剧叫亢奋 他用那种非常迷幻的镜头语言 在讲述一群在美国的青少年 他们在这个很多 这个精神非常虚无的某些时刻 所经历的那些通过这种 叫什么呢 就是过度的滥交 或者是通过这种信誉的方式 去抒发自己的情绪也好 或者是 就是无处去安放自己的那些能量也好的 那种这样的一个故事吧 但他通过大量的这种镜头语言和一些美学设计 把这个那种迷幻感 就是表达的非常的淋漓尽致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误以为这样的一个故事 是在讲这种非常迷幻空间的这种感觉的 因为他一开始也的确没有更清晰的交代说 他所身处的街区是一个什么样的街区 这群人他们的身份是什么 他们为什么在这住 为什么要离开 都没有介绍 就上来就开始给我们呈现出各种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肉体关系 就是大家好像非常的依赖于这种肉体关系 而且就是有很多人会把这种肉体关系 作为他生活当中的一个计时工具 比如说我每周都会到这来 或者是我每个月会来几次什么这种 对 你就会觉得为什么这些人会呈现出这样的一种状态 会很好奇 我当时还有想 我说的是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对这个不了解之前 我在想是什么样的事情 会让这群人就像你所看的那一部 美国的电视剧一样 能够去让大家 只能去有时间去疏解这种最直接的欲望 而不能解决掉自己内心深层次的那些焦虑 我会带着这样的疑虑再去往后看 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 面临一个什么样难题的一群人 所以后面就是慢慢在以一种非常碎片化的方式 在帮我们去拼凑 说这个人是怎么了 他为什么会这样 那个人怎么了 他为什么会那样 所以就是刚才说到你说的那个名字的问题 我从一开始呢 我就是没有特别执着于 就是我没有纠结在这人叫什么 这个人在干嘛 可能我记忆一个人物角色 我就是会以他的形象为 那个视觉形象作为参考一句来记忆他 然后他的名字是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出现次数多了 你自然就会记住了 这也是我觉得就是可以提供给大家的一种 看戏小思路吧 就是你不用特别纠结在意 不用一开始把自己就困在那些细节里面 就是你要看更大的那个画面 在这个大画面里你先跟他建立起这种情感链接也好 或者你对他产生一种认同感也好 慢慢慢慢的细节部分才会进入到你的脑海里面去 就不用被那个细节给困住 就很容易被就是你你跟不住 然后你就就就失望 然后就想走了 对后来我觉得后面那个部分慢慢慢慢的 就一开始我说我感觉他像看一个波兰版的亢奋吧 然后再看到后面再看到后面的时候 我渐渐发现就是特别是他开始说这个具体的背景 是什么什么样的时候 以及后面出你刚才提到的出现了一个就是讲英文的女孩 然后他是一个叫就是叫什么呢 YouTuber就是自媒体博主 对当他出现在这个街区里面的时候 他带着一个外人的视角开始去审视这个这个街区 他会有一些非常尖刻的评价 是其实是那些评价 让我们就是开始对这个地方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因为一开始你就觉得 你你你不太能定义他是什么年代的人啊 他们在干嘛干嘛 但是这个女孩有一句话 我觉得一下子点醒了我 他说哇这些人就是 他们好像永远都停留在了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一样 他们一直还在说 什么二战之后怎么怎么了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他们还在讲这件事情 我突然就意识到 原来他们就是一直停留在 一直活在二战之后 二战刚刚结束 甚至可能还没有结束的那段时光里面 然后再联系整个的这个犹太区的历史 你就会发现 原来他们是一个 这种被 曾经被 就是历史 就是有过非常重的历史创伤的一个街区 而在后来二战结束之后 世界大踏步的向前走了 可是这个街区依然被留在了那个伤痛里面 而且这个街区里面的人 他们永远都停留在了二战结束之后的那段时光里面 现在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们的就是虽然整个街区的时间没有变化 可是这些生活在街区里面的人的年纪在慢慢变大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里面会不断的出现葬礼 就是一个人去世了 另外一个人去世了 这些人在渐渐的老去 在死掉 那就是大部分想要当时想要走出去的人 可能都没有走出去 但最后他们还是会 但最后留在街区里面的这些人都在一点一点的消失掉 然后消失掉之后 这个街区也在慢慢的消失 到最后就是 他们也在讲说 这个街区可能慢慢的就 就在历史当中消失了 就是他以另外一种方式走掉了 走出了历史的那种感觉 然后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突然间就想起了 我前一段时间去盛阳 然后去看一些东北文学作品当中 去描写铁西区的那个场景 或者是就是对铁西区这个地区的那种描述 它也曾经是一个 当然它和犹太区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存在了 它就是那种曾经有过辉煌 然后在此之后渐渐衰落下去 时代的车轮在向前走 可是生活在铁西区的很多人 他还依然对自己过去曾经有过的荣光 是非常的引以为傲的 那他还是很多时候都会生活在过去的那个时光里面 他是一个被 可能大踏步向前的历史时间 渐渐的落在了后面的 但在这个街区里面生活的人 他们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 就是生死爱恨都在这个里面上演和出现着 然后这群人可能终将也会一代人终将老去 一代街区也终将会被衰落 或者是也许他在城市变革当中又发生了一个新的面貌 然后你再去想 其实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国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 所谓的老城区也好 老的工业区也好 老的居民区也好 就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 其实我们走吧 这个戏它不是一个那么局限在某一个国家 某一个地区的戏 它完全是可以就是推而广之 可以想到很多与此相关的这种的 那在那些被时光遗忘的 被历史遗忘的街区里面 人们的那种苦闷 那种虚无感 那种生活当中被最动物性的一些东西支配着 比如说你的吃 你的性 你的这些最基础的需求 再去得到满足 只能去满足这些需求的时候 那他们的那种生存状态是什么样的 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某种程度上 这个戏所反映出来的这个东西 就是某种时代情绪 就回到我们刚才说 我就觉得他 他选这个戏是不是真的 比如说 吴正希玉姐的主办者吗 或者他的这些评委们 在特邀的这些剧目当中 深深地被这部戏所传递出的这种 这种精神给打动了 有可能 然后就把他觉得 和我们当下不就是一样吗 可能会跟我们刚才发出类似的感慨 我看这个戏最大的 我大概看到第三分 大概在三分之二进度的时候 我想到了一个词 两个词 就是因为我同步的脑袋 还是在思索 这个戏到底是关于什么样的主题的 因为在那个部分 我还没有精准地get到是 就是华沙的他们过去的那些事情 我只是讲 我当时只是感觉到 好像是 这群人 有过一些共同的一些苦难的历史 我当时想到两个词 一个是存在 另外一个词是被爱 我觉得 就是他们好像是一群 没有被大家发现是真实存在的一群人 以及他们真的被互相爱着吗 因为他中间也交代了一些 所谓可能母亲对这个家庭 所谓无私的奉献 那到底包括若有若无的父亲 就是各种你家庭里的角色 以及乃至于你生活中 邻居社会上的一些角色 对于你的影响 就是大家真的被这个世界爱着吗 哦好难过 所以到底戏剧应该更歌颂快乐 还是更歌颂苦难呢 哦对 这个我也是想到了 就是我在那个 就中场休息的时候 就写了一个 那个发一条朋友圈嘛 然后我当时 就是某种程度上 感觉和你刚刚说的这个问题 是有点关系的 我当时就觉得 嗯 我觉得戏剧 可能不是所有的戏剧吧 但是我觉得戏剧的 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是去直面问题 去直面事实 我觉得这个和我们今天 就是看到的 我觉得所有的作品吧 无论是这种非常稚嫩的 青年静演部分的这些作品 还是我们看到像 林木中志和 就是我们看到的波兰导演的 这个这种非常伟大的创作者 他们的作品 我觉得就是大家正在 打破过去的那个 粉红色的滤镜 就是那种爱与和平的滤镜 我们已经把它砸碎了 我们现在就是要去直面现实 是去书写 去创作那些 在生活中最刺痛了人们的 那个部分 就是你看 无论是我们今天看 青年静演 他讲到 这个女性生育问题也好 还是工作学历 包括孩子的教育 就从中学生开始卷 卷学习 然后以及网络的这种 语言暴力 对于那个女老师的 这种语言暴力 网爆 就是没有人 就是也不是说 我们不去歌颂爱 歌颂和平 而是说 我们单纯的去歌颂那种 理想当中的爱与和平 是没有意义的 那就是某种程度上 所有的艺术创作的作品 此刻都已经意识 好像大家都意识到了 这个问题 于是我们开始去打破 那个过去的粉饰太平的滤镜 我们去直面问题 我们去把真实的问题写出来 我们去把这些问题 它真实存在的模样 呈现在舞台上 那也许它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当我们去直面问题的时候 其实才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嘛 你只有敢于把问题写出来 说出来 我们才能够去进一步的去探讨 说我们该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 哇 那我觉得我对我刚才那个问题 有了一个答案了 就是发现现在已有的问题 也发现那些 可能还没有被人发现的爱 就比如类似像基督同龙那种 父亲其实很隐晦的爱 以及发现 其实青年间也是 去更多的发现 可能什么延迟退休啊 工作压力啊 然后学历不值钱啊 各种 就是发现这些问题 可能我们做不到解决 但是发现问题就是好的 以及发现一些 察觉到一些真实存在的 可能不是那种理想化的爱 父爱如山 还是什么那种 我觉得都是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我觉得就是 就像我们之前说烂的那句话 叫什么 若批评不自由 则赞美无意义 那就是如果我们不去谈论问题 而只是片面的去强调爱与和平 那所谓的爱与和平的存在 也是非常虚无的 可是如果是建立在这种 真实的发现问题基础上的 我们去发现人类更 就是即便是在这种非常 就是怎么说呢 在这种非常糟烂的状况之下 人和人之间还是有一些 这种最基于人性的 这种爱与关怀 那个东西才是最打动人 最结实的那种 那个部分 就像我看又说回到奔月那个里面 就是奔月里面 讲到了很多很残酷的 一些现实的部分 可是在那些很残酷的 现实部分的背后 你能够感受到的是 一个人他最强烈的 自我的这种寻找 和自我求生的那种力量 然后那种力量 反而是比高喊说我要自由 我要什么那种 非常昂扬的那种 那种力量 是比他要大很多的 就也是我看那个的时候 让我第一次意识到了 就是很清晰的意识到了 就是力量这个词 并不一定必须与积极向上 密切相关 就是力量并不一定是向上的 他有的时候向下往下扎的 那个力量也很 愤怒的力量 也很重要 然后我觉得那与此相关的 就是可能 就并不是所有的赞扬的 或者说高昂的这种作品 才是值得我们去看的 有一些扎的人很疼的作品 可能也更值得我们去看 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已经不缺乏赞美的作品 但缺乏那种 就是像头枪匕首般的这种 这种作品 去能让人就是看到 更真实的这个世界 更 虽然可能看完 我觉得你一定不会是那种 特别快乐 特别开心的那种 但我觉得人也不能总是 当然 人需要快乐和开心 可是人也 并不总是需要快乐和开心 就是人也需要不同的情绪 就像我们需要不同类型的作品一样 是的 刚刚咱们说到青年静演的 可能是因为跟咱们都比较像同龄人 所以会关注一下当下的问题 然后特邀居目的 可能那些大师们 那些导演 我的体感是好像 他们会更发现一些 更预先性的 或者是说 可能已经早古出现过 但是就是因为人类的命运 就是滚轮式的 就是未来会发现 我发现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就是当代年轻人 看到眼前的问题 OK也OK 然后可能有一些大师 他会预先性的 去发掘到一些过去的 或者是未来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真的很奇妙 就是体现了我们 每个人在这个年龄 你们看到的东西的 眼界大小 知识广阔 然后就觉得 你现在能呈现的作品的 面临的面向是哪里 我倒觉得没有什么不好 我只是觉得这点很有趣 对对对 就是挺有趣的 而且我觉得特别 特别重要的一点 就是大家都还在表达 坚持表达 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 就是我今天看到 特别是我们今天青年镜 其实我们就是 今天只看了很小一部分 青年镜演 我们看了 18部中的三部 对我们只看了三部 然后这三部 我觉得是够特色的 然后 不过小陈可以跟大家 先讲一下 我也是今天 你们在聊的时候 我才知道 青年镜演 它是给了几个关键词 然后在 就是基于关键词去创作的 对 因为青年镜演 它是带有一定的主题性 它是一个竞赛性的 所以每年青年镜演 最后会角逐出一些奖项 比如什么 最受关注奖啊 或者是最佳剧本奖啊 它是会根据不同的奖项 设置一些不同的 奖金的那个分额 我记得好像最高的 可以分到十万 所以说这个竞赛呢 它只会每年 比如说十月份 乌镇戏剧节 开始这个举办 它会在每年的 大概三到五月份 公布今年的主题 它每年主题会定三个词 今年是阳光 枕头和大恐龙 要求所有的这个参赛的作品 必须围绕这三个元素 进行展开 但是不要求说 你一定说得把这三个元素 全部都扩大用上 你可以说这个故事是围绕恐龙 但是你有了阳光和枕头 也是OK的 然后创作一个 不得超于三十分钟的原创作品 这个的要求还对你的导演的年龄有要求 要么你是三十五岁以下 就是青年也青年导演 要么就要求你虽然可能超过三十五岁以上 但是要求你没有发表过任何商业性质的演出 也算是 就是你是属于戏剧界的这个新手 青年导演 对 然后他对导演的年龄有要求 然后对你的这个剧本的创作的元素有要求 但也就仅对于这两个有要求 所以阳光枕头大恐龙 这三个是我们看是A组 但是像BCDEF这些组也都是这个 对 每年公布这一个主题 他就是公布出去之后大家可以创作 然后基本上每年青年导演 根据官方公布的资料的话 会大概收500到800个本子不等 然后他们组委会 就是无比老师那群人 会根据就是所有的 他是这个参赛的方式 是你要首先把你的作品创造出来之后 写成剧本 然后你再排列 排列之后你最后发给他们邮件 因为我有三个小伙伴投了三个本子 就你会要把你的排列视频和剧本 都要投给他们的邮件 然后他们邮箱会到时候 据说是这几百个本子 全部所有的评委看过一遍之后 最后选取18个本子 进到我们的这个青年进演的参赛作品 然后在乌镇戏剧节期间 他会分为每个组有三个作品 分为六个组 A B C D E F 然后六个组呢 分别进行一轮的公演 属于是 然后会采取观众投票的形式 每一组会有三个作品 观众就看完一组之后 投出你最喜欢的那一个 然后最终会有一个入围决赛的名单 然后最后应该是会根据 因为我有一年进了决赛的观众群 决赛观众群就没有发投票卡 应该决赛就是通过评委的 对 纯纯评委定 青年进演这个单元是他比赛归比赛 他全程会在后面加一个录像的设备 然后每年乌镇戏节结束 对 大概三个月之后吧 他会经过一些处理嘛 然后会在B站上放出来 他所有的青年进演单元的 所有作品的完整录像 到时候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对对对 我觉得看青年进演的那个心态 和我们去看特邀剧目就完全不一样了 就首先他会有一种非常强的那种接近性 就你会觉得他是 他们所表达的每一个主题 你都或多或少有一些感同身受 而且就是比如说我不知道是不是 比如我们日常会看戏比较多 或者你在从事的工作跟创作 有一些些关系的时候 你就会更想要去看一看 和你同龄的 或者和你类似的这种年轻的创作者们 他们在怎么做自己的作品 就这个东西还是 虽然大家就是关注的领域可能不一样 但是你还是会有意无意的去关注一些创作者 他们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以及他们的包括比如创作方法是什么 我其实很多时候都很想问这些 青年进演的导演编剧们 就是你的这个想法是怎么出现的 你是怎么基于那个三个关键词就想出了这样的一个本子 然后你是先有了本子 然后往里面融入了一个元素呢 还是说你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 让你想到了这样的一个想法等等 就我觉得这些问题都特别的感兴趣 说实话你刚刚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仔细回想一下咱们今天看的A组的一二三三个作品 说实话我觉得本子是现成的 恐龙是硬加进去的 阳光枕头恐龙是硬加的 咱家那小龙恐龙博物馆 第一个是大恐龙 但是就是那个怀孕妈妈的那个 但是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呢 就是他的这种结合 就哪怕他可能后是后加进去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结合的点还是 还是不错的 就是还是可以的 然后包括我其实一直都很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他把就是 我不知道他所谓的我是一个大恐龙 这个大恐龙他指代的是妈妈这个角色 还是说指代的是新手妈妈这个角色 因为我一开始以为他指的大恐龙是孕妇 后来但是但是好像后来他没有 就是他等当他的孩子出生之后 他依然会说我是一个很棒的大恐龙 那么我理解 那么他的大恐龙就并不是 这个所谓的就是孕妇了 那应该就是我是一个很棒的大恐龙 那么大恐龙就是妈妈的这个角色 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 因为他在里面自止之中没有提过妈妈母亲 而是一直在用大恐龙怎么怎么样 大恐龙怎么怎么样 是的 我们第一个戏叫什么名字来着 达尔文 达尔文对 那我们就期待我们导演编剧 袁一郝老师有没有机会看到我们的这期播客 来帮我们解答一下这个消息 对 这个还挺 让我觉得挺那个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把 无论是把孕妇比成大恐龙 还是妈妈比成大恐龙 他都有他的合理性在 就比如说他们可能是稀缺的 或者说他们是 比如恐龙是稀缺的 就在这个所谓的不婚不育的这个浪潮之下 也许他会更稀缺 那另外可能就是他看起来是吓人的 或者是怎么样的 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比喻 或者他的这种联想是能够讲得通的 那因此我就觉得在至少在这三个作品里面 我看到的这个所谓的大恐龙的这个元素的应用 可能最好的 以及整个作品能够让我觉得比较有情感共鸣的点 就是第一个这个讲女性生育选择的这样的这个作品 我竟然是第三个有共鸣 学历贬值 那可能就是咱们两个年龄 我觉得学历贬值那个就是 就是他比较的 就是就事论 就在就这个事情在讲这个事情 他背后好像留给你去 背后的那个部分少 层次感少了一些 但他那个喜剧效果我很喜欢 对对对 那个喜剧效果是好的 而且那个我觉得可以上喜人奇妙夜的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那个女演员演得非常好 那个女演员 首先他的那个台词我觉得很好 其次他的那个肢体 有一点点夸张 但是不会让我觉得特别过分的 因为他就是要表演一个歇斯底里的 我学了这么多年 然后结果你还告诉我找不到工作的那种 都很棒 他很自然 对我觉得这个挺难得的 我真的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点锋利的样子 但是你的评价是对他是 就是他比锋利要更就是 洒气 就更洒一点 更帅气一点 更英气一点 对对对 好呀 那我们青年静眼也就说到这儿 是的 嗯 我们今天还看了什么吗 是不是没了 沐昕 啊对 然后我们还穿插去了一下沐昕美术馆 然后去沐昕美术馆这个事儿又跟我们今天晚上看的这个戏形成了一个callback 就是我们早上的时候先去了沐昕美术馆 然后沐昕美术馆现在在展的是波兰最著名的音乐家肖邦的一个展览 叫肖邦之心 我们就是去看了一下肖邦之心之后 没有想到在晚上又看了一个来 同样来自波兰的这个艺术剧团他们的作品 就是今天就是一个波兰之日 波兰壮阔呀 我还想了个谐音梗 可以可以 今天真是波兰壮阔呀 波兰壮阔的一天 而且今天就是确实行程非常的满当当 我们先是上午去了看波兰之心 然后大概看了两三个小时之后出来 简单的吃了个饭 赶忙的就去了 对然后马上就去静年静演了 然后从千年静演出来 我又赶忙去看了九神 从九神出来我们又赶紧去吃了一口饭 然后就赶往大剧院去看这个我们走吧 然后一直到十一点多我们看完 回来 然后现在就在这儿 在凌晨一点多钟还在录节目 真的是太感言了 但后面其实还有很多单元 比如说可能青年静演 有机会再看几场 以及我们嘉年华单元 还没有完整的看一部戏 接下来可以有意识的看看 对 我特别希望咱们还可以在嘉年华这个单元 发掘一两个比较好的形式 所以接下来你还有什么戏呀 就是特邀剧目的部分 特邀剧目就是咱俩共同的舞者的一天了 然后我还有一场梅迪亚 我还有一场昂贵的 有事就烧纸 这个一定要 因为 一定要去看一下 然后看完的时候来反馈一下 我觉得那我们可以比如说21号晚上 或者是咱们哪有时间的 再根据烧纸 无比他们 这个根据戏剧新生活 然后以及我们乌镇戏剧节 再更多的体验 对于乌镇西站有什么样的感受 然后再 好的 我们因为在里面 就是经过小陈的精心安排 我们将会体验三种不同的民宿 我们就在住最好 环境最好的民宿的那一天 再继续录一下 我们后续看了几部戏的reaction 和就是关于乌镇的一些事情 因为我觉得 可能就是过了乌镇戏剧节之后 可能还有朋友会想要来乌镇玩 那那个时候 作为今天已经升级为乌镇荣誉居民的小陈 就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他对乌镇的这个特别西榨景区里面的各种 推荐啊安利啊等等等等 好的好的 他今天已经拿到居民证了 是的 今天刚荣升居民证的 荣升乌镇西站居民的小陈 接下来可以给大家再更多的带来一些详细的报道 好的 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先睡觉了 好嘞好嘞 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